他是玉龙集团CEO严陈利莲 自从2018年丈夫严凯泰食道癌病逝后 严陈利莲临危上阵接手庞大家业 背着巨额亏损苦战四年 他已从一开始的战战兢兢 到一手主导玉龙集团未来走向 在封关前的玉龙股价表现上 已能看出严陈利莲四年来的当机立断 也让玉龙股价盘中冲出11年半以来新高 2023年1月17日 玉龙盘中股价一度涨近3% 是自2022年11月底以来 再度收复7字头 最高一度涨到71.6元 更创下2011年8月中旬以来新高 虽然股价在压回平盘价位附近 但玉龙近期股价沿着五日线往上拉升 表示投资人已看见玉龙的改变 其中最关键的纳智杰品牌 严凯泰利氏却留下庞大亏损 外界一度以为纳智杰品牌可能将走下历史舞台 但严陈利莲在玉龙减资三成多的困境下 依旧想尽办法帮纳智杰增资 同时决定退出中国大陆市场 也加速跟鸿海合作成立红华先进的进度 第一张成绩单就是首款电动车纳智杰N7 就算要等到2024年第一季才量产 但已收到25,000张预售订单 成绩相当亮眼 同时中华汽车也引进上汽MG品牌 进行台湾国产化 同样销售成寄金人 加上玉龙也将在2月中 发表热门大型休旅车X-TRAIL的E-POWER版本 强打不用充电的电动车 市场预期销售将创佳计 加上新店玉龙城 洪华先进也规划手机 在创新版挂牌 以及车价上涨的因素下 玉龙因此股价往上抬升 已创立70年的玉龙公司 严晨力廉面对全球车市的变化 纳智杰的巨额亏损 他决心确立自己成为玉龙集团内 唯一权力核心的地位 他也从过去严凯泰的闲内住 转而成为严厉而强悍的 千亿资产集团最高领导人 而这一切严惩力廉只花了四年 每周一周五晚间九点 别忘了YT搜索中天车想家 每周三套天22点 猪猪哥来聊车陪你一起来直播 更别忘了帮我们按赞 点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喔 能够及时补充抗净疫的 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 次氯酸水的生成机 让防疫变得更方便更安心 一天你用200次都没有问题的 比酒精啦 比漂白水更加的环保 如果你要购买旺旺水神生成机 中天新闻的观众 是有独家的好看